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冬奥以来提倡所谓的冰雪经济 许多人寄望天气寒冷的东北三省能够从中获益 另外 这些年在东北火红的网红经济 曾为当地注入一些新活力 本期节目将探讨东北经济的现况 以及冰雪经济和网红经济 是否能够起到挽救东北经济的作用 中国东北三省良宁吉林黑龙江 曾是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 土地肥沃 农业发达 还蕴藏丰富石油和矿产 为中工业发展垫下良好基础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 东北前25年发展还算良好 80年代三省GDP都在全国前十名 但随着沿海地区 尤其是广东 福建 江苏和浙江 等南方省份取得显著发展 重工业集中的东北地区的发展明显滞后 特别是由于长时间以来 不重视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 导致产业结构失衡 人民生活水平 与广东 上海等地的差距拉大 尤其是90年代初 在海南画个圈 许多东北人响应政策号召 或寻找商机纷纷南下 造成东北地区人口大量流失 从2002年 中国政府开始提出振兴东北的计划 但是国有企业一个接一个出状况 尤其是2014年 东北经济更是成断崖式下跌 2016年 辽宁省甚至成为第一个GDP负增长的省份 东北三省的GDP过去几年都垫底 广受诟病 现在提到东北地区 让人想到亏损 破产 下岗和腐败等字眼 东北地区的辉煌已经一去不复返 油管频道一丰频道主讲人来自东北 他表示 东北经济衰退的理由是多方面的 但根本上是人文因素导致东北无法转型成功 因为大家做事太讲人情了 大家认的是关系 而不是什么呢 你的产品 大家想一想 原来东北都是国企啊 老工业基地嘛 对吧 都是一个个大厂 大量的东北人其实都是厂里的 就一生就待在这儿了 他不会出去了 有着所谓的铁饭板 然后就会造成一个什么 市场意识不强 有句话讲叫投资不过山海关 就是这个东北人不讲规则 其实指的就是商业规则 那如果一个地区的人们普遍的思想里面就没有商业本名 没有契约精神 那么这个地方的商业就没有发育的土壤 本周举办了一场振兴东北的专家座谈会 专家们建议推动东北经济一体化布局 形成以国有经济布局优化 带动民营企业发展 另外 专家们建议挖掘数字经济 智能制造作为新的增长点 推动重化工业转型升级 与此同时 黑龙江日报报道称 黑龙江将出台加快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 目标到2025年建成东北地区平台经济示范区 谈到平台经济席卷全国的直播热槽 曾一度在东北开花绽放 在秀场直播时期 大量东北网红凭借着高研制 接地气的东北方言 幽默的段子触动着观众的神经 互联网直播让许多东北人的文化才艺得以发挥 于是乎东北地方政府开始发力于网红经济 沈阳市电商直播发展行动计划提出 到2022年 沈阳市将建成电商直播示范基地10个 网红经济街区30个 电商直播服务机构以及网红经济公司数量将达到100个 网红品牌达到100个 并培养1万名国内知名具有东北特色的网红达人 另一个可能为东北经济注入活水的就是北京申办冬奥会带动的 3亿人参加冰雪运动 乘着冬奥的东风 中国冰雪消费市长快速升温 冰雪产业进入发展快车道 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 今年半年获期间 滑雪装备和滑雪服务销售都出现了六成的增长 网上滑雪门票销售额同比增加一倍 作为冬奥赛事举办地 北京河北两地的体育用品和相关服务销售同比增加3.4和4.4倍 东北地区加快布局更多冰雪项目 吉林未来几年将建设世界级滑雪运动休闲目的地 国际冰雪产业合作交流中心和国家冰雪人才培养基地 黑龙将提出扩大冰雪大省影响力 引领全国走向世界 辽宁也出台相关措施 全面补齐冰雪项目短板 推动产业发展 那么冰雪经济和网红经济 是否能够成为振兴东北经济的良方妙药 在节目下半段旅居美国纽约地区的经济学家 秦鹏和我就此进行讨讨论 东北振兴这个话题就喊了20年 但是东北的经济一直都没有起色 尤其现在中国经济下行情况越来越严重 那东北可以说是毫无起色而言 最近东北三省政府也希望就是说 这个经济能够往这个平台化 数字化这个高新科技方面转型 您觉得这个思路对于振兴东北经济是有效的吗 只能说的话呢 是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是呢 在这个方面的话呢 因为它涉及到是相应的一些这种文化基础 技术基础以及商品基础等等来讲的话 其实东北在这些方面的话 并没有什么影响一些优势 比如说作为商品来讲的话 如果你要去打造这种平台 你是打造一些新商品的一些平台 那这些的话实际上是在长三角 在珠三角 这些更发达一些对吧 这样的商务呢 那也是那些地方发达 你现在要再打造这种平台经济 达到什么样的一个平台经济呢 那么相应的来讲的话 那些地方的这些人来的吸引力 那也远远的会超过这种 东北的这样的一个吸引力 所以呢 在这些方面来讲的话呢 只能说它可以去尝试 也可能会起到一定的交易额吧 但是它其实在整体来讲的话 这个是要比买房还是要差一些的 我们大概知道 东北它的天然资源丰富 它的农业也相当发达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太冷了一点 而且地处偏远 那么您觉得现在国内强调 这个内需的这种市场下 东北它的优势在哪里呢 对它的一个优势 是农业当然是一个优势 还有一个工业 它工业基础还很发达 而且呢就是整个这种产品的门类 仍然很集权 但是它特冲的是 我们叫重工 相当的传统是这些行业 而对于现在的这种新工业 这方面它其实是相对来讲是弱的 然后呢这种产业工人技术的教育 这些方面应该也算不错的 但是它这些方面的话 这些年实际上也是很难去完全的发挥出来 从行业角度来讲的话 它比如说是有汽车 石油 化工 造船 航空 机床 还有一些这种中工车备等等的这种 但是呢你要说是和更先进的一些制造业群的话 其实它也是很难去比 就是它有优势的同时的话 在米奥飞里说 它又和整个全国性的更多的一些行业去比的话 它实际上也很难 因为全国比如说 选出过25个先进的这种制造业的一个集群 东北就没有一个入选的 那么所以说它这个以重工业起家的这种经济模式 跟现在您刚提到的这种轻工业的 或者是这个平台经济甚至虚拟化 可以是互相集合还是说并行呢 就说在重工业的基础上 另外发展这个平台经济 其实要坦率来讲的话 其实当初的像上海的话 在这些方面我们叫重工业上面的话 它其实也是有很好的一个基础的 但是你看在上海呢 它是不管做金融 做现代这种电子商 电子这种新高科技 还有专家工业园区 还有像什么其他的这种大贸易 国际贸易等等来比较的话 其实上海后来都能比较成功的转型 所以在这个方面的话 我觉得就是东北之所以上不去的 当然有很多原因了 但是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的话呢 也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的话 它其实是一直是一个这种计划阴迹的一个状态 那么它的这样的一个积累呢 积累在积累去的话 其实形成了一定制度和文化的一些因素 那么并不是一个存市场的这么一种状态 所以呢它在后来形成了这些我们叫传统的钢铁制度 煤炭城 汽车城 石油城 一系列的传统产业型的这种基础工业之后的话呢 它要再向更高的一些去发展的时候的话 它这样的一种制度和文化 其实对它来讲形成了一个包袱 某种意义它那种固化了之后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它没有办法 跟像上海呀等等这些方面的话 能够去进一步的去西头边境去发展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中央政府的 于东北它这个经济其实是一个扎取模式 对它像长期来讲的话 它实际上是很少有投入 或者给它努力的去产业升级 或者是进入升级 或者等等这些方面 它并没有完全升上去 比如同样谈到重工业和技术工业的话 它和国际上的那些高科技的 这些领域的这种技术工业 它又达不到 比如说讲机床 钢铁 这些汽车 它实际上你要跟国际相近的 它又比不了 所以它属于这么一个状态 现在一直在榨取 然后比较吃老本 在不断的去吃的话 最后现在把它的很多资源 都给吸收走了 金钱给吸收走了 来拿去建设北京 建设其他这些大的城市去了 所以导致东北这样的一些优势 慢慢的丧失吧 您提到这个就说 炸取东北的资源来扶持 比如说河北天津等地 那么最近刚刚结束的这个北京冬奥会 我们也知道这个东北 它这个向来就是冰雪经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大区 参加这个冬奥会 也很多运动员是来自东北 那么为什么这次因为举办冬奥会 就在喊让三亿人参加这个冰雪运动 在这个号召下东北经济有没有被这个发展 这个冰雪经济带动起来呢 当然会有很大的一个作用 因为在过去的这些年中的东北呢 它传奇这种冰雪运动 主要还是在它那边是偏多一些 所以这一次的话 我们看到甚至是冬奥会里边的很多的 这种产品啊科技啊 很多也都来自于东北 包括的话呢 就是自寻的那些袜子啊 包括它那个烛火锯的这个技术 等等这些都是来自于东北的 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实际上这个高科技的冰雪装备 它其实的话很多也是一样来自于全世界的 你要真正去竞争的时候的话 其实要达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水平 作为整体来讲呢 那么中国的这个水平 其实还是处于这样的相对落后一些 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 我觉得其实也是还是需要继续加强这种 和高等院校啊 包括国际合作的这种研发力度 增强科技的实力 增强它整个产业的这种链条 同时的话呢 有力的和这些大牌的这些这种 传统的这些装备商 就产生这种技术品牌啊 产品啊等等各方面的合作 国际合作 所以这些方面还要去做 我觉得对它来讲还有很大帮助 但是呢这个能不能抓住 或者是能不能做得更上了一个台阶的话 我觉得其实还是要看后面能够到什么 这里是财经时事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冰雪经济是否能够带动衰退的东北经济的相关讨论 请继续收听 在网上也有一些讨论说 为什么这次的北京冬奥会不在哈尔滨这种地方举行 反而要在河北呢 在人造雪的这种环境下进行比赛 您觉得北京当局的它的想法是怎么样 实际上这次冬奥会的话 就是我们注意到了 沾家口其实是一个中季 实际上雨量是很少的这么一个地方 所以它最后实际上 特别不采取一个人造雪的方式再去做 这实际上的话其实不是很恰当的一个做法 长期来讲呢 实际上是哈尔滨 类似这是冰雪之城 它呢实际上其实要讲起来 我觉得纯粹从各方面的一个条件来讲 它实际上是更适合举办冬奥会 当然有人再去讲了 之所以没让他去举办的原因 有什么知名度不够啊 太冷啊 什么这个举办经验不足啊 场馆要建成了会浪费啊 什么基础设施不完整啊 等等那一大堆的多理由对吧 但是其实你要去讲起来以前 成功举办冬奥会的这些城市来讲 其实我觉得这个都不是问题 你像讲到2014年的 俄罗斯市的索契 对吧 它举办了22届冬奥会 它这个城市实际上只有不到40万人口 而哈尔滨有多少人口呢 有1000万 像索契的话 它之前呢是有一些这种酒店啊 什么团庆啊 这些很不错 但是呢 基础交通设施实际上很差 场馆呢也很差 比起查尔滨其实肯定差得更远 索契它是为了举办冬奥会 俄罗斯给它投了510亿美元 北极冬奥会的话 这一次呢 可能是300多亿美元 你要哈尔滨举办 我估计可能要更低一点的一个费 索契应该是耗刑 历史上最贵的冬奥会 它超过了前21届届的 这个冬奥会的这种花费 这是真的 如果作为中央政府 你决定由这个哈尔滨来举办 其实我觉得它是完全能举办的 但之所以没有去举办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觉得其实不是这些表面的原因 恐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的话 它可能更想去 相当于在这个比赛 城市和城市之间 以及中央政府这个考虑中的话 它其实可能更愿意去 把钱花到北京去 花到这些地方去的话 可能形成一个这种富人消费圈 或者是它可以把北京打办得更漂亮 橱窗经济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更好 就是让整个北京的门面装饰的更加漂亮 而相应的来讲 你去把这样的一个钱投到 比如哈尔滨去 它在这个整个对于北京来讲的话 它可能觉得相对来说 就不如算来算去 不如花到北京去 所以我觉得这里边 其实有这种政治考量 还有这种城市之类的 一个经济关系带来 我觉得可能有这方面的一个考量 另外一个考量 可能也有一个想法 因为北京现在也很特殊在哪 它是有点像中国的迪拜的那种感觉 对吧 就是所有的有钱人富人 很多的可能都在北京圈里面 你这样子呢 在他去玩去去转悠的时候的话 他可能觉得那个地方 可能更多的冬奥会的 花兵的这些运动 所以的话呢 相对来讲呢 那么像东北的很多的这些人 因为这种长期的榨取 长期的储床经济 或者政治资源 都太像这种超大城市 太像北京啊 这种首都城市 等等去聚集的时候的话 东北的这些资源 实际上很大一个成长比 被挖空了 形成了一个马太效应 越这样的的话 他越不愿意 和那些下跌的地方去投资 弄来弄去的话 就弄成那么一个 怪怪的一个状态 这一点上来讲 我觉得和其他的很多正常国家 或者说美国 这没有说形成那么资源 就是按政治倾斜这么大的 他更多以前是可能因为经济原因 或其他原因造成的 所谓的城市的这种差别 但是呢 他可能也有几个这种 区域中心 地区中心 这么一个状态 这一次中央提倡的 这个三亿人冰雪运动 这个号召下 现在在除了北方的 这个天然的雪场 各地包括南方 不怎么下雪的地方 还有西部 也开始设立一些冰场 人造雪不在话下 也有很多是市内这种冰雪场馆 东北能够在这个 冰雪运动的号召下 感觉上受益可能就相对有限 您刚刚也提到 这个冰雪运动蛮多的都是 也是有钱人 因为觉得现在这个中国经济下行 这个冰雪运动 能够带动多少的这个内需呢 我实际上对于这个官方 所说的有3.46亿人 去搞这种冰雪运动 我很怀疑 因为中国的人均收入 冰收入的话 超过2000人民币的这个人数上来讲 可能也就太多 你说其他的这些人 全部去玩那些冰雪去了 我觉得这个许多说不通 当然你非得说 有些冰雪收入2000多块的 也去玩冰雪运动了 那非得把这个算机去 我也没办法 对吧 但是肯定鹏漫没这么多人 而且呢 中国这种搞 更像一个这种 一窝蜂的一样 去搞一些政治性的 一些口号性的东西 真正的能推行到 什么样的一个城 其实是值得怀疑的 而且实际上冰雪运动 前一段时间 在冬奥会的时候 大家其实也探讨过 形成一些附带伤害 比如骨折呀 或者反正这种摔伤啊 等等的 这些方面其实也是蛮多的 其实这些方面的话 你要去投入 去运动 就是为这个量力而行吧 应该是这么一个状态 当然说 还是会有很多的人 去投入到这个 比较新型的一个行业中吧 那么相应的来讲的话呢 长三角 珠三角 甚至东部开发发达的 这些省市来讲呢 它其实 我要去开发相应的 新的这些装备 甚至去搞的园区 或者是场馆 它在某些地方 它有它的一些优势 比如说它有技术的人才的 甚至同时吸引力 信息等等这些方面 对吧 甚至投入资方面 有可能会比较发达 那么所以的话呢 真要去做的时候 它很可能在这种 制造的这种经济里边的 包括制造 设计 还有这种装备 等等这些方面 它都会从东北这边 是强着很大一杯羹 所以东北来讲的话 其实相应来说的话 当然我是希望 东北加油了 当然了 希望它能利用 它的天然资源 能够发挥它的优势 如果强迫去改造 去发展数字经济 平台经济 我想还有一条 比较长的路要走 刚才是冰雪经济 对东北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 网红经济 是否能够成为 东北经济的一股动力 请继续收听 说到这个平台经济 我们不得不谈到 所谓的网红经济 据说这个东北 这个网红的密度 是全国最高的 东北的政府 也意识到这个网红经济 可能对经济的刺激 您觉得这个网红经济 在东北这个发展 这几年的现况 是怎么样呢 其实我们讲说 东北人实际上 在这些两段子 就是聊天 或者是有一些 创新性的一些东西 来讲的话 这方面还真的是 有很多的 很棒的一些网红 就是说很棒的 这样的一些基础 人的这样一个文化呀 所以他要争夺 这些方面的东西的话 其实是有他的一定的优势的 我们也看到的话呢 东北试图在这个方面去发展 谈到网红经济的时候 他其实不仅仅是网红 就说你个人红还不仅有用 因为很多网红的话 其实是东北出来的 但他实际上是到了北上 网深等等 这样的一些这种 其他的一些长洲啊 等等这些城市 反而呢 就是不是在本地去发展 那像在本地的这种 东北的这些网红机构 他实际上可能到像今天的话呢 就是全国的比较往前的 大概100到150家里边的话 可能只有个两家左右的话 优特技是来东北 所以呢 真叫去东北 在这个方面的话 去做网红经济来讲的话 其实也是 面临着比较大的挑战吧 目前来讲 实际上全国可能形成了 几个大的一个区域 就这种做网红经济 但他有不同的这种内容 还有一些 自己的一些优势 或者一些特点 比如江泽户这个地方的话呢 他是靠近产品 靠近政策 主工电商 对吧 大家现在讲到了这种 网红经济的时候 就讲了这种 叫做带货直播 这个实际上是现在 他有货源 消费者 还有这种 电商平台的这种优势 其实他现在成了 这么一个区域中心 还有像四川 重庆 这地方的话 他可能是一种休闲开放 这个特点的话 是著称的 实际上是一些 这种时尚达人 等等这么个拨人 东北的 其实他的特点 可能更多是 好跟经济 原生态的一些 搞笑 猎奇 特种的是内容 但比产品 因为现在可能 更多的时候的话 变现的方式 更多的是 通过电商的方式 去变现 这个时候的话 其实东北可能也就 存在了一个问题了 他可能 讲有人 可能也有一些 这种场面 但是呢 他可能是缺 比较好的 或者有特色的一些货 因为他相当于得 从广东 或者什么浙江 等等地方拿货 所以他 这方面他有优势 就提借不出来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 各自有各自的特点 所以要东北的话 要在网红经济方面 去走的话呢 还是可能也是一个 商业化 或者市场化 还有产品啊 等等这方面的 有一定的 劣势的东西吧 外的话 可能东北这种 网红经济 可能还存在一个 特点 就是因为大家都很厉害 东北人 对吧 可能各个有钱 巨大网 但是这样一来 大家就可能宁愿 宁为机头 这个不为氛围 这合作意识 肯定要差 所以他可能相对来说 你这种商业规格 他就缺乏的契约精神 经常什么 多地起家呀 等等的 最后出现了 这样的那样 这种东西 还有也这种 在当地来讲的话 其实也是很难 去做大 这个某种意义上的话 这种文化 或者这个特点的话 也是造成 我们讲说 投资不过山海关 对吧 这个是 因为当地的这种文化 或者这种对法治 或者取悦精神的 这种遵守之差 结果呢 可能现在还有一个说法 叫什么 MCU不过山海关 所以这可能也是一个特点 现在这个网红经济的 这个商圈 在各地形成 自个基地 你说南方的 因为那边跟电商 阿里那些 拿货的话比较方便 所以你说那个 直播的电商 设在南方的话 是会比较有优势 那么感觉上 这个东北地方 因为没有一些 明显的 这个货品的优势 我们看到的 蛮多这个带货的 都是就是当地的土产 如果说要把一些土产 就是再继续升级的话 也需要这个货源 还有物流 跟供应链 各种配套设施 都要完善 才有可能继续做大 对 所以这个方面的话 其实要是前面的 去向南方的 这个去学习的话 那么实际上对东北的 这些产品 市场化 包括人台 这些方面 其实都是需要一个 全面的提醒 所以这个 在当前的这么一个环境下 这种主要变迁的 一个渠道的方式下的话 其实对东北的 这样的一个 网红经济来讲 也是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考验 好 那么秦彦 今天就谢谢您 精彩的分析 我的提问就提到这里了 好 非常感谢 以上就是本期的 财经实时听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姚一鸣 如果您对本节目 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请写信到拼音反馈 A一圈 RFA.org 或我个人 或我个人推特 账号是RFA下横线 RYM进行联系 那么就在此 祝福各位有个愉快的周末 下次节目 再会